欢迎收听有声书《春秋战国真有趣》 第五册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八章 庄子和会师的对手戏 会师愁愁满志回到魏国 满以为魏惠王会立即任命他为相国 然而魏国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公孙衍实际上已经在履行相国的职责 只是还没有获得正式任命 这一年魏惠王已经82岁了 在当时而言堪称高寿 人到了这个年龄 做事便难免犹豫 会师有会师的好处 他博学多才 公孙衍有公孙衍的优点 他行动果敢 无论任命谁为相国 也许都不会错 而且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都是坚定不移的合纵派 在这一点上不会产生分歧 魏惠王一犹豫 会师便坐立不安了 各种狐疑涌上心头 有一天有人告诉他 宋国的老朋友庄周来到了大梁找他 他一下子神经过敏了 认为庄周是来抢他的相位的 于是派人在大梁城中搜查了三天三夜 结果一无所获 第四天早上 庄周自己找上门去 跟会师讲了一个故事 南方有一种鸟 名叫凤凰 你知道吗 凤凰啊 是很高傲的 每年从南海飞往北海 一路上飞梧桐不漆 飞竹石不石 飞甘泉不饮 有一只猫头鹰 刚刚抓到一只死老鼠 正暗自窃喜 突然感觉天上一黑 抬头一看 只见凤凰张开翅膀 有如垂天之云 飘然而过 猫头鹰瞪大眼睛 仰着脖子 大喝一声 哼 你难道敢抢我的死老鼠 庄周讲完这个故事 拍拍会师的肩膀 平静地说 老朋友 你派人搜遍大梁城 难道是想拿着魏国这只死老鼠 来吓我吗 会师满脸羞愧 若有所思 不久之后 尘埃落定 公孙岩实至名归 被任命为相国 至于会师 史料中虽然没有明确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在魏国朝中 还是担任了相当重要的职务 这一年冬天 82岁高龄的魏会王去世了 关于魏会王的一生 我想不用做太多的评价 两个字概括足矣 折腾 如果要用三个字 那就是瞎折腾 据吕氏春秋记载 那年冬天天气阳寒 临近魏会王藏期的时候 天下大雪 群臣都劝大子魏四改期再葬 魏四不同意 群臣不敢强求 只好向公孙岩报告 公孙岩也表示无可奈何 认为只有会师能够说服大子 会师果然不负众望 他对魏四说 当年周朝的先王纪利 被埋葬在窝山脚下 积水侵蚀他的坟墓 露出了棺木的前端 周文王说 先王一定是想再看看群臣和百姓吧 所以才让积水把棺木露出来 于是干脆将棺木挖出 布置朝建行礼的场所 让百姓都来觐见 三天之后才改葬 就是周文王所谓的义亚 您看 现在先王安葬的日期临近 雪却下得这么大 想必是先王想稍作停留 以安抚国家和百姓 所以才让雪这么下 如果因此而推迟藏期 正是遵从周文王的意义 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魏四惶恐的说 您说的有道理 就改期吧 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 公孙衍和惠师 其实还是相处的算不错的 公元前318年 魏四正式即位为君 也就是历史上的魏湘王 此后 惠师一直在魏国生活 直到去世 关于他去世的确切时间 史上有公元前318年 公元前310年 公元前300年之说 但无论是哪种意见 都已经不重要 在往后的某一年 庄州游历河内 在惠师坟上祭拜完毕 回头对自己的学生说 从前楚国的颖都 有一位陶匠 鼻尖上 见到一块 薄如蝉翼的污泥 于是请石匠替他削掉 石匠运金如风 呼地砍下去 准确地削掉那块污泥 鼻子丝毫无损 而且陶匠站在那里 面不改色 后来宋元军听到这个故事 把石匠召过来 要他表演一次 石匠说 我倒是还能做得到 可惜我的对手已经死了 自从惠师死后 我就再也没有辩论的对手 没有可以谈话的人了 第八章 张仪的连横大计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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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